你準備好了嗎? 一起打開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賣啦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21分 我是Amy 李明一今天呢 特別我要為大家介紹 也歡迎所有的聽眾朋友跟我 一起來關心 罕見疾病基金會 那罕見疾病基金會 他們在做什麼呢 其實他們就是在幫助這些罕見疾病的家庭 那這些家庭呢 其實我剛有講過了 就是父母其實是 當然要很辛苦有些人甚至於 要辭掉他們原來的工作 因為罕見疾病是各式各樣的 就是你必須要24小時的 看著你的孩子 那另外我也提過包括 這些罕見疾病的小朋友 他們的手足 有些如果是健康的其實 他的身心他的身體是健康 但他心靈他也很需要 就是不管是社會大眾 或是學校老師跟同學的理解 否則有的時候也會變成被人家這個 霸凌的對象這樣子 那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現場呢 就是小花媽 哈囉小花媽 我是小花媽媽 然後你呢就是罕見職人 是其實罕見職人呢 這個是最主要因為說 剛剛就是 你們也有講過說 我們就是必須照顧這樣的孩子 那在這樣的孩子他們是就是 我先介紹我女兒她是什麼樣的疾病 OK小花嘛 對她我們都叫她小花 那她就是在 其實肚子裡面就是有狀況 但是我們殘檢是沒有辦法驗出來的 在這個區塊 那她是屬於罕見疾病 沒有辦法醫治 就是目前沒有還有一個針對性的藥物 是 那她這個疾病的名稱其實就是 AADC AADC 對她的簡稱 她其實名字蠻長的 對我看她是一個 非常常 胺基酸類脫縮肌酶缺乏症 是 就很專業的一個就是 名詞 就是在她的就是我們人體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其實我必須說就是上帝造人 真的也很特別 你你裡面有很多很多很很很 很奇妙的那些元素缺一不可 然後呢但是罕見疾病的人呢 他們碰到的就偏偏就是缺了一些 的元素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對非常重要的元素 然後呢到目前為止呢世界上的醫學 又還沒有解藥 是 她這個 沒錯 她就是在於她的就是神經傳導上 就是出了很嚴重的這個 這個阻礙 是 所以她就是全癱瘓 然後就是 對 是全身的癱瘓 癱瘓 是 就是比較嚴重的 那她就是在 她是很幸運 就是在 三年 三歲 四個月左右 發現了嗎 沒有她是九個月確診 出生 已經出生了 其實出生的時候 你們就已經該知道了嗎 其實她出生是自然產 然後我一直跟醫生說 我的小孩子有狀況 但是 但是當時醫生也查不出來是不是 對 醫生跟我說我太緊張了 而且醫生可能看嬰兒 他們就覺得好像OK 是 但其實媽媽好像就會有一個 心靈感應 因為我老大 都自己帶 對嘛 自己帶就最清楚 我的小孩是不是 好像有一點點特別 她就是 包括連屁股都是潰爛的 蛤 是 那怎麼會 對啊 就是換尿布我整個傻眼了 那醫生當然早就應該發現了 她吃什麼 然後馬上拉 所以醫生那個時候跟我說 就是其實 其實免不了啦 因為醫生會覺得 你自然產小孩子又是很順悅嘛 那體重也足夠 那他呼吸喘明聲的確是比較大 但是醫生是請我放心 就說因為小朋友 他在剛出生的時候 他的氣管是比較細的 所以他是希望我不要太過於緊張 他怕我會有憂鬱症 了解 那個時候他本來就是醫生比較擔心大人 對 他比較擔心我的心情 然後他也是在坐月子的時候 就發燒到40度 然後就一直在進出醫院 就是一直在家戶運房 沒有辦法出來這樣 然後就一直到9個月嘛 我們都一直在找 到底什麼原因 是什麼原因 其實我的母親也跟我講說 這個可能是真的比較嚴重 請問要自己堅強 但是我只想要找出原因 怎麼照顧他 當然 我們也想知道就是說 如果知道原因了 我們起碼就是可以 知道怎麼照顧他 對 主要是知道怎麼照顧他 沒錯 對 因為其實講真的就是 懷胎十月 當然 當然 然後就是 9個月那時候醫生跟我說 他是這麼嚴重的病 然後又是全癱瘓 然後越來越瘦 又要用鼻胃管 然後搞不好還要器械 還要裝胃樓管 我整個 我整個腦子 暈了吧 他請我去結帳 因為那時候罕見疾病 其實就是要朝這個路走的時候 我們是要抽血的 要驗血的 然後他是請我去結帳這一個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政府也沒有補助 就是你還沒有確診之前 所有的這些 所以你要檢驗啊 都是要自給 那小花媽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對於罕見疾病 我們的政府是有在幫忙 有補助的 是的 但是就是得要確診 你要確診 他要確定你是不是這樣 可是在那之前 你們就會有一些壓力 因為你沒錯 對不對 因為你還沒有被 因為我不知道原因嘛 對對對 那時候我會覺得 哇好可怕 怎麼會這麼嚴重這樣 是 OK好 所以後來就 小花就被確診出來 就是這個ABC 確定是ABC 就是呢 它就是一個 胺基酸類脫縮基酶缺乏症 非常的少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元素 但是它就是少了這個東西 這樣子 好 那後來當然我相信 小花媽她就是很辛苦 因為小花現在已經是幾歲了 現在已經9歲 9歲 因為她3歲4個月有做基因治療 OK 3歲4個月 喔那個時候有做基因治療 其實如果沒有做基因治療 她是活不過5歲 明白明白 就是如果是ABC的話 一般來說 小朋友是活不過5歲 是 但因為她還好她3歲 有做基因治療 對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幸運的是 她那個時候有做到那個治療 所以她現在是9歲這樣 沒錯 好 我們呢 稍微休息一下 來聽一個歌曲 然後呢 在下個階段 我們真的要邀請大家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來關心 關懷 然後更多的了解他們 然後看看我們能夠怎麼樣出錢又出力 或者當志工 來幫助這些罕見疾病 OK 我們聽到的是5月天的倔強 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賣啦 這是張小涵 隱形的翅膀 這首歌曲有很多人 在學校裡面都很喜歡唱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很棒的鼓勵 其實我常講就是 不管我們的小孩子 他是什麼樣子 他都是上天送給我們的禮物 他們就是每一個孩子都是天使 那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現場呢 為大家訪問的呢 是罕見疾病的這個家庭 那說她是罕病職人 因為她必須是 因為她的職業跟她的 就必須是這個照顧自己女兒的一個媽媽 就是小花媽 哈囉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小花很特別 而且我剛剛跟小花看到我啊 笑的那個嘴巴都裂開 然後牙齒好健康好大顆 對 因為小花的這個AADC 它是全身性的癱瘓 所以那剛剛這個小花媽有講說 幸好他們還蠻幸運的 在三歲多的時候 至少有接受到一個基因的治療 沒錯 所以她延續了她的生命 但是因為在我們台灣的社會裡面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家庭 他們真的也很需要我們多多的去關注他們 那所以其實小花媽 你來跟大家介紹 因為疫情的關係很 好像就是募款也很困難 然後擺攤子賣東西都很難對不對 而且是今年特別的熱 今年 今年特別的熱 要嘛就是下大雨然後 要不然就熱的爆 熱到爆這樣子 所以不能擺攤子 擺攤子一樣可以去擺 只是說生意上可能就是比較沒有 比較難 像以前這麼的熱絡 所以有花媽的私廚料理要跟大家分享 好 來你來跟大家介紹 大家可以買什麼 最主要我再來就是 我自己手做的辣椒醬 然後 那我就可以跟你買好幾罐啊 我最喜歡吃辣椒醬 我是本身自己就很愛吃啦 因為我知道啦 我今天啊就是 當然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有去參加一個這個 這個追思會 所以我是戴隱形眼鏡的 然後我是有很深的老花眼 就戴了隱形眼鏡之後 所以我就看不清楚 你到底這一罐一罐是什麼 你已經說辣椒 對 我自己炒的辣椒醬 哇 你自己炒的 對 我自己炒 好 OK 我會把你的聯絡辦法留下來 那口味呢也是 也有那個 九層塔也是賣得很好 九層塔的口味啊 九層塔是我自己研發 對 哇賽 它吃起來像那個三杯雞的感覺 懂 但是又是辣的 它是辣的 然後你可以證明 你很有天分耶 你怎麼知道要把這個辣椒醬加九層塔 看好了 有一半是小花激勵我的 真的喔 但是我是一半是的確是台東農工食品科出 就是畢業的 然後 你的科班出身 是科班 然後在就是媽媽也有教我包粽子嘛 然後就是對於食品這一個區塊我比較有興趣 哇 所以你真的就是把你的真本事 就是被激發出來 被激發出來 那你確實也是科班出身 對 也是我喜歡做事 你也喜歡 對 而且就是說剛好很感恩 剛好這些工作 你是可以在家裡面做的 喔 沒錯 就是 可以在家裡面 對對對 因為不然你知道聽眾朋友 他是要全職的照顧自己的小孩耶 他根本沒有辦法就是去外面或幹嘛的 對啊 我還有想過今年想說 不然我去跑看看那個外送 可是不行真的沒辦法 你沒辦法外送啦 沒辦法 那個心都掛在他身上 對對對 好 所以是有粽子 然後呢 有辣椒醬 然後有這個九層塔口味 有櫻花蝦口味的 還有櫻花 這櫻花蝦是比較 就是海鮮的 海鮮類的干貝 喔 海鮮類干貝 它有櫻花蝦干貝 然後這個大家也可以 對 也可以買不辣的 喔 不辣的 小 對 小辣的就是 櫻花蝦這個好像有不辣的干貝 櫻花蝦干貝醬有分辣跟不辣 對 好 然後呢 這個九層塔辣椒醬呢 是這個有素的 對不對 九層塔辣椒醬 對 有素素的 然後它有一種是小魚辣椒醬 好 就是大家 就如果你是 聽眾朋友如果你是吃全素的 那你還是可以吃它的這個 也有素食的 對 素食的 然後你的這個 肉掌是南部種 欸 南部種是 我們用水煮的方式 對 你知道我每次到端午節的時候 我每一年就忘記 然後每一年到端午節的時候 我就跟聽眾朋友再複習一次 是 到底北部種是怎樣 南部種是怎樣 就開始那個葉子 南北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你們是蒸的嗎 做法不一樣 你們是蒸的 水煮 你們是水煮 對 生米 完全生米去煮到熟的 對 包起來 生米煮成熟飯原來是你們南部來的 對 生米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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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生米煮成熟飯 北部是要炒過啦 對不對 北部的話都是米是熟的 就是有點像油飯 我想到了 油飯包到葉子裡 然後再去蒸 對對對 而且那個南部種的葉子是 顏色是 顏色會比較 就是綠綠的那種 就是那個艾草葉 很像那樣 很像艾草葉這樣 綠色的 然後北部就是那個 比較偏這個白的 然後很 白 比較白 咖啡色那種 對 咖啡色那種 然後他們是 對 炒過 然後再半蒸煮這樣 嘿嘿嘿 喔 懂了懂了 你是 從生米煮成熟飯 南部種喔 對 而且麵料也很多 對 而且呢 他們都賣的不貴 就是一般你 就是一般你要買這些東西的 合理的價錢 那我覺得你既然都要吃這些東西 為什麼不就支持他們 好不好 就支持他 所以這個 花媽的私廚料理 我們歡迎大家 就是呢 他們要到哪裡買 我是有那個LINE官方的那個接單 這個是家庭輔助中心幫我用的 好 那你的LINE官方的接單要打什麼 LINE官方接單喔 你要打什麼 在哪裡 有一個 等一下喔 對 你的LINE官方的那個接單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或者你們搜尋一下那個 那個 喊病 對 喊健疾病 喊健疾病職人 職人那邊也可以找到 連絡到我 連絡到我 也可以聯絡到我 然後你自己的那個 LINE的這個 算是 幫我加一個小老鼠 然後865 然後 G I P 然後 Q P OK 小老鼠 然後 G 865 OK 小老鼠 865 然後 G I P G I P 然後 Q P Q P 好不好 好 大家呢那個LINE把它加一下 然後呢歡迎大家就可以 我們也打到我們的那個留言處 然後呢讓大家可以就是去加 然後這些東西呢我們就是 因為他真的就是自己親手做的 那我們能夠幫忙就幫忙 那但是呢我也希望就是呼籲大家 就是還是要對於這個社會上很多的弱勢族群 特別是罕見疾病這一塊喔 他們真的是 家族很辛苦啦 整個家庭都很辛苦 因為就是 又那麼的有愛 又希望說 能夠不放棄任何一個生命 所以 就是真的歡迎大家多多的關注他們 然後大家有錢的出錢 有力的出力 然後因為 再加上就是說 其實罕見疾病在全世界各地喔 因為呢現在呢在醫學上面都沒有解藥 那我也曾經看過一支這個 罕見疾病的這個很感人的一個 一個影片喔 就是一個 老外 加拿大老外 爸爸 然後他也是不放棄他的兒子 他兒子也是全灘 是 全灘 從從一歲就知道他全灘 他爸爸就是不放棄 他爸爸把他養到就是20歲 然後呢 然後他因為都也不能講話 所以他就只能用他的他的眼睛 然後他後來就用電腦 讓他用眼睛 用點的 用什麼的 後來他就用電腦可以跟他爸爸溝通 然後他就告訴他爸爸他最大的願望 因為他想要運動 喔 他全灘喔 可是他想要運動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陽光的男孩 因為他爸爸很愛他全心愛他 所以他就跟他爸說他想要參加三鐵 你知道他爸啊 真的 年紀已經很大了 為了他開始練身體 後來他爸爸反過來因為要練身體 發現原來自己有心臟病 所以他很感恩他的天使的兒子救了他 真的 結果他爸就練了10年 你知道這個三鐵不容易啊 不容易 你要跑步要推著 而且是要推著他嘛 對 要推著他 你什麼都要推著他 對 然後你要推著他跑 你要那個游泳 你要準備他特別的東西把它塗在上面 爸爸還要推著他 對 你知道這很不容易 最後他們完成了耶 然後他最後爸爸推著他去衝過那個 最後那條線 所以你們父母真的都是 你們真的 就是你們是很有 很有愛 然後老天爺也是因為很 知道說你們很愛你們的天使小孩 有這個使命 所以你們有這個使命 真的 所以你們的確比較辛苦 但是沒關係 我們社會大眾 我們大家就是多多的 大家就是一個共生的一個社會 我們大家就是多多的 能夠幫就幫 OK 你要加油耶 好 沒問題的 小花 你會要你媽媽去跑三鐵嗎 沒關係 我可以喔 我可以 我可以 我是台東人可以的 台東人 是不是 我覺得你那個 如果就是可以走出廚房 推著小花去加三鐵 這樣子 對 我也是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主要的職人 就是我們可以盡量靠自己的力量下去生活 那我們很多人都說 啊你怎麼那麼厲害 其實這個沒有所謂利不厲害 只是我們在面對生活的這個心境而已 是 那就是有時候轉個念 有時候真的是會覺得 欸心理很難受的時候 我自己也會去看個心理醫生 是是 也會尋求幫助 尋求幫助 就是不要覺得丟臉 或是死的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最主要就是為了自己的小孩 是 他也 都默默在支持我 對 我們也要在這邊呼籲大家 如果你 因為我們畢竟是人 我們就不是神 好 我們不是 就是隨時隨地 就是那麼的堅強 真的 所以你就是 有信仰很好 但是如果你身體軟弱了 你 你生病了 就像你感冒 你還不是要去吃感冒藥 所以看醫生也是應該的 就是不要給自己扛太大的壓力 沒錯 然後適度的求救 我所謂的求救 不是說一定要救我 不是那一 就是說適度的讓大家知道你很累 這一定要喔 對適度的讓大家知道你需要幫忙 我覺得這個都是需要的 真的 OK 謝謝小花給小花媽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然後大家來趕快加上去喔 趕快趕快跟他這個訂購喔 好 OK 謝謝 我們一邊呢 下面聽到的歌曲是co play God put a smile upon your face 上帝放了一個微笑在你